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H&N 我們很久沒做過一個 之前說的樓盤的中英 中外語名的影片 今集我們做回一個 我們之前經常在地產店前拍照 做資料搜集 人們可能會以為我們是否在賣樓 賣樓啊 有興趣 其實我們只是你說的 我們哪有錢賣 所以各位地產商 如果看到這條片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找我們去幫你們做宣傳 當然啦 讀好樓盤 教人怎麼讀 你們這些樓盤現在改得很難讀才行 是啊 所以 不斷給一兩層樓 我們都可以做到 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 賣完廣告之後 我們就講一下我們今次會講些什麼樓 不如一講就講一個在沙田的 其實三個都很接近的樓盤 第一個叫上行 外語名是什麼 外語名是La Cresta Cresta 其實是一個觀 觀就是皇冠 頂 頂 所以頂 即是山頂 是這樣的意思 對 它就在山頂上的一幢樓盤 另外在它附近有一個叫做 這個叫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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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字也挺有趣的 你以為雲是在山上的雲 它是三點水加一個雲字 我很好奇 查一下為什麼 以為是天空外面 其實它是解成大波浪的意思 有很多水 有很多水 那它的外語名又是為什麼 外語名不是為什麼 外語名是Le Cap 沒有一個cap 不過那個意思是法文 意思也是山頂的 Le Cap 其實是一個尖尖 即是cape 哦 明白 明白 下一個也是附近的 也是一個雲字杯的 雲字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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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出自同一個地產商 應該是 它叫雲峰 它的外語名又是為什麼呢 La Vetta 又是意大利文 其實又是top的意思 哦 明白 其實不單是山頂的top 三個top都是叫La Vetta 總而言之 三個沙田生 三兄弟的外語名 都是跟最上面有關 對 即是頂頂的 雖然你跟它的中文名 完全是看不到 有這個意思 看不到 其實它用不同的語言去說 at the peak 也是 但中文名的六個字 其實都應該是沒有 跟頂頂完全沒有關係 看不出 所以又是一個中外語文 是完全不符的一個名字 然後呢 我們轉去第二個 就是一個長沙環的一間樓盤 嗯 它又出現了 我們經常都說 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的一點 這個呢 反而我覺得這個一點出現 也有一點點道理 是 它叫做恆大點銳峰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道理 因為它其實那個發展數 或者地產商 其實就是中國恆大的 嗯 所以你當是一個 蜜頭 對 這個是很恆大 銳峰這個樓盤 而它呢 這個就是英文名 嗯 叫做Vertex Ve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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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解釋尖尖 其實也是尖 不過呢 這個我記得我們去看 即是地坦圖 有幅圖 我看到圖的中央 就有一個樓盤 它就真的在維港 它中間突出了一個尖端的 有洞樓在這裡 它原來是整個圖的中間 就想著 這個 當然不是啦 我就一看 中間旁邊有燭光的 對啦 原來在中間後一點 有一個位 無端端有一個樓盤 是射了光出來 一燭光這樣 應該就是那個才是它的樓盤 對啦 因為那個樓盤位於長沙環 長沙環一定不會在最九龍 尖尖 所以是中間有燭光射出來的 我覺得被飛了 哈哈 那是因為中間 即是你看了一幅圖 是最中間的 就像海景一樣 對啦 而且是海景 很棒 原來是後面一點 就是它特地有一幅光彈出來的 但是我第一眼就沒有留意到 這樣就 我就說宣傳技巧 那也不錯的 好 所以這四個名字 都是尖尖封封封的東西 尖尖封封 好 接下來呢 這個也是沙田的樓盤 它那個英文的 我們也經常見 它叫做 the mat arcapella 中文名叫做 會橋 草花頭的會 我發現原來這個 這個會橋 會嘟 會嘟 我想也是一個地產商的 會字背 的朋友 所以 the mat 什麼 the mat 其實在我們音樂界 就是很出名 我們一聽到 the mat 就不會想香港的樓盤 就是想這個 美國的大都會歌劇院 所以 所以我們一看到 哇 the mat 然後是arcapella 我們唱開的 arcapella 就是這麼音樂的 對 但應該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 草花柳的會就變成the mat 對 就像之前我們說過 alto residence 對 我們又馬上想起 是否被 alto住 一看到這些名字 就馬上亂想 嗯 但其實也是 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 你有錢 買得起 那就有關係 那你整棟樓都唱arcapella嗎 不會的 我們可以這樣做 OK的 對 如果你們看到 都可以想想 我們可以過來 教整棟樓一起唱arcapella 對 應該OK的 對 好 接下來這個 都是跟音樂有關的 對 他就是一個感獸 即是在 元朗 元朗 感獸那一頭 中文名字 就叫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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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外語名 終於不要草花頭 對 外語名也是意大利文 亦都是我們音樂人 經常見到一個字 叫 cresc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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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做Italian cresc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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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就解作 墊大 對 對 我不知道他這個樓盤 想怎樣墊大 對 通常呢 為什麼要墊大呢 就是因為我小了 開始 哈哈哈 所以 隱藏一月 其實我應該也不太大 你可以慢慢 墊大 住住就覺得 這裡很大 對吧 對 所以 嗯不明白 然後 最後 今天介紹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名字 無論 中文名 或者外語名 都很特別 他就是位於屯門的 他也是一個點字背的朋友 他的中文名叫做 西昂點 居高臨下 我們看到那張poster 在街上拍的那張 是有這個中文名的 但網上所有宣傳都沒有的 嗯 對 我就不知道他怎樣 因為他的英文名 或者外語名 是很有趣的 叫 omaoma oma 對 有些人教我 就是 omaoma 我要 omaoma 想想想想想想想 那樣的 那一聽他的名字 那不是omaoma 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說 啊 這麼有趣 而且他整個廣告都很有趣 是圓林 即是有些大嘴鳥 熱帶風情 那樣的 所以很特別 就去搜尋一下 原來是一個新加坡的發展商 所以他的取名和取向非常之不同 嗯 所以不肯定他的名字是什麼文 因為又不是以大語文 又不是法文 那我就找到 馬拉文的話 oma 是 跑的意思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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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們不是用 那德文的話 Oma 是grandma的口語 即是不會說的 但是譬如說 我的寶寶畫 Oma 是grandma 那我想他的名字 也不會叫你 買你grandma 所以應該不是Oma 也不是run 所以不肯定他為什麼 但中文名字也搞笑 如果我 我一看到就會 西岸居 所以我想去西岸居 西岸居 西岸居 那 所以 改這個名字的人 真的挺西岸居 他不熟廣東話而已 我想 不知道 是的 我真的覺得 應該不是香港 講廣東話的地產商 不然應該很 通常會避免這樣的組合 可能他就想 做一個機密 當然 好吧 你猜不到 是的 還是那句 可能他想這樣吸引我們 去說他這個 又是呀 人家又認識你老鼠 變相宣傳 所以還是說 有什麼 如果你們都知道 有什麼特別的樓盆名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然後我們就幫他們宣傳一下 可能 將來你們會見到 我們就不在這裡拍 可能在這裡 真的有個花 熱帶雨林在我們後面 真的 好了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